嗨,大家好嗎?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植物是金錢樹 但是呢,有點不一樣 我前面這裡有一個 我想很久的,我終於拿到了 它是叫做驚喜金錢樹 或是金錢樹有另外的名字叫做梅鐵玉 那我前面這個呢叫做驚喜金錢樹 啊,我終於買到了,超級開心的 為什麼呢? 我原本,我們家原本有這個 黑色葉子的金錢樹 就是它的葉子啊,會原本長出來是綠色的 然後慢慢會變成深黑色 從綠色慢慢加深,變深綠色 然後再到黑色這樣 這個是比較,也是比較新的品種,比較少見的 那我沒有那種原本這個,最常見的那種 比較大盆,然後是綠色,也長很高的那種金錢樹 那這個是,因為我知道金錢樹很好照顧 跟大家講一下它們的照顧方式 它們照顧方式其實很像多肉 它們有厚厚的根 它們根是一顆,有一顆球 然後那個球裡面有水分 還有它的金,也是有水分在它的金裡面 葉子也厚厚的 所以它整個植物有點像多肉 植物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你在澆水的時候呢,一定要就是 等它完全乾的再澆,完全土乾的再澆 像我呢,大概兩個禮拜澆一次水 不能一個禮拜澆一次水 一個禮拜澆一次水好像有點太平凡 大概兩個禮拜會最好 就讓它完全土完全乾掉再澆 那有人說它們很適合中在室內地光源的地方 可是我發現我覺得它們不試驗 不是,我覺得它們是耐陰的植物,算很耐陰 可是還是要光線,它們如果光線不夠的時候會拉長 就是它們葉子跟葉子的距離會加長 然後會像這個 這個原本 這個是我自己繁殖的 從葉膚來繁殖的 哦,對,金錢樹啊 它可以用一片葉子繁殖 跟多肉植物一樣,你就摘一片葉子 插在土壤裡就可以繁殖 那這一盆是我自己繁殖的 原本就是插一點點在上面 在土壤裡 然後後來就長出這一枝來 然後把它放在那個台燈下面 所以光線有點不太夠 它就有點這樣子 不是很好看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還是要有充足光線 如果光線不夠 整個植株會這樣子就是閃閃的 不是很好看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要嘛,就把它剪掉 剪掉然後再把這個插回土壤裡 讓它看起來好看一些 因為你剪掉把它插回土壤 它會長根 然後它會長新的側芽出來 也會很漂亮 就是把這段剪掉最好 如果是我的話,我的做法會這樣 好,今天就講這個就是這樣子 主要是我第一次在台灣看到它的時候 就覺得 這就是我要的金錢樹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這個金錢樹 那麼高那麼長 因為我覺得像這樣的金錢樹 像這樣子這麼高的金錢樹 要嘛就要放地上 就長到一個高度 要嘛就是你要一個小桌子 再給它一個檯面 讓它找到一個高度 它沒辦法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就 辦公桌上就太高了 可是像這個,你可以放在桌上耶 就是你的書座 你就放在桌上 它就這樣子 超讚的 真的很讚 對不對 超開心 然後而且因為我們都知道金錢樹 它就是 比較耐硬一點點 然後又說 而且又照顧又很好照顧 然後它葉子就是翠綠翠綠很漂亮 名字也很好聽 所以我就想說 我看到這個 這麼矮的品種的時候 真的是 驚訝的 喔,不得了 好,然後我就去查了一下說 看我在美國我可不可以買得到它 後來我查了也才知道說 它這個金錢樹它是 台灣的驕傲 它是 台灣的一個叫做 永松園藝他們培育的金錢樹 喔,很厲害 很讚很讚 我看到這個植物的時候 是大概兩年前就看過它了 但是我是 最近也是就是上個禮拜 去花店的時候才看到 在賣這個金錢樹 喔,看到的時候一定要跟它買起來 我想這個植物想了很久了 這麼被我買到 超開心 我覺得它很漂亮 矮矮小小的 然後 葉子這樣很小 刻然後彎彎的 亮亮的 非常漂亮 我買到它的時候 原本葉子有點那個 有點髒髒的 然後我用一點橄欖油 去跟它擦亮亮 然後現在就很漂亮 耶,很開心 超開心的 那我覺得它現在有點 它有點 爆盆了我覺得 因為它的 我可以滿感覺出來 它的盆子有點變形 快要變形 就是很爆 所以我等一下想說 我等一下有空 我會想把它拆開 把它換盆 換大一點的盆子 或者是把它分出這樣 好,就這樣 分享給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啦 就這樣,bye